我们看这边信号也已经是给到了前场 比赛也已经是正式开始 我们看今天啊 赵纪伟 阿布杜·沙拉木 再加上 这应该是丰树 以及王哲林 刘志轩 这是组成了今天的先发舞虎 这边上来赵纪伟就是命中了一记三分球 这应该是 除了周琪和小丁以外 中队能够排出的一套机动性比较强 侵略性比较强的一套阵容 塞尔维亚这支队伍就名单来看 这个只能说是五队到六队的水准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觉得可能会像前一阵 这支苏罗文尼亚男篮一样 比较的任人宰割 这一支队伍当中大部分的球员 在各自的球队当中 也都是绝对的核心和主力 而参加的也都是欧洲的第一级别的联赛 对 因为呢 东欧的国家还是有着出色的这个篮球的传统和底蕴 那可能呢 这一批的球员他们绝对的能力和技术上达不到真正国家队一线的标准 但是我们能不能从对手身上学到一些技战术的素养 包括对比赛的阅读和判断能力 我觉得是这样一场比赛 这一个系列赛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没错 我们看造成犯规的是克斯蒂奇 这个可能不是大家印象当中像吕赛尔雅的那位克斯蒂奇 这是一名93年的封线上的球员 身高2米05 在塞尔维亚的赛超联赛当中场景贡献15.5分5.6个篮板球 这支塞尔维亚除了后背线上有几位球员 身高可能是低于1米9的 剩下封线到内线几乎都是2米05到2米10的身高 这个是在以往的 我们说南兰登登赛当中很少遇见到这样子的一个阵容的配置 一个是高度上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刚才一个细节 对方的内线球员和阿卜杀拉姆在卡位的时候 手已经在球衣上开始撕扯 这是相对来说 欧洲篮球比较讲究这种小动作 比较讲究身体对抗的一个信号 这边篮板球保护下来 很可惜啊 这个刘志轩刚才的补篮没有投进 是 阿卜杀拉姆在里南指导的手下 基本上被改成了一个小型的四号位 说现在比较流行的空间型四号位的一个打法 阿卜杀拉姆的球啊 他真正可贵的地方呢 还是在于他能侧应 能传球 能当一个进攻的中轴和枢纽 好球啊 这边又是一季三分球 来自25号的德维科维奇 这个塞尔维亚的德维科维奇 大家可能想到的还是这位男子网谈的当家小鲜肉啊 但是这位德维科维奇 外线左手的一季三分投进 一开始呢 我们看塞尔维亚主要是以这个空切和球的移动为主 是 他并没有说依靠我这种对抗上和高度上的这种特点去往里面就是硬打或者说死打 没错 这还是很有比较典型的塞尔维亚或者说前男国家的篮球的风范 对 好球 好球 这球领的也是相当不错 王哲林 因为呢这个夏天啊我这一系列这个红队的比赛看完 其实中国这支中国南篮红队呢一开始最擅长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先从王哲林打起 那么打大王呢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拿挡拆啊 那么利用空间给他制造这种进攻机会 那另外就是拉开一侧 同样也是用低位的这种空间来打 呃这场球刚才是一个漂亮的挡拆啊 也是很好的发挥了赵继伟的特点 是 呃这球大王挡拆之后的顺下很坚决啊 啊这几位这个卫柄的能力也确实很强 呃那之前其实红队在经过一个夏天的比赛之后啊 呃其实整体状态上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 呃这边又是发球之后直接抢断快攻 哦球王哲林的隔扣 这个三线快攻是行云流水似乎很清楚 无论是这个赵继伟还是方朔啊都有非常强的在行进间处理球的能力 而且这两名队员的特点还是有互补 是那一个是擅长投射那另外一个擅长组织 而且两人的防守其实都非常好 对 方朔有这个比较强的一个身体对抗 而小粗流相对来说下手文准很 对啊 这个抢断能力非常强 这个赵继伟啊 说到防守咱们多说一句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赵继伟的这个防守能力 你别看他身高矮 是他的合金力量非常出色 而且他刀球的那一下非常狠 他和郭艾伦所组成的这个后卫线啊 确实在整个CBA当中 在去年联赛当中给到整个联盟后卫线上防守的压力其实非常大 防守现在是 惺人 这边啊 因为想直接打的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直接是被大王识破 也是一直在给球压力 还是要想办法 你看在找王哲林 挡拆顺下的那一点啊 这边小个过来是犯规了 因为我们看啊 现在这个红队啊 他有一个弱点 就是说呢 他现在没有定业宇航 没有翟小川 这支球队啊 没有前锋 我们都知道在篮球场前锋是得分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他现在这支球队的前锋都是由后卫来客串 像赵泰龙来客串 像刘志轩来客串 他们也很出色 但是呢 他们毕竟身高不足 杀伤力不足 对 而且冲击力啊 比起之前首席提到的这两位 小丁或者小川 相对来说冲击力会稍弱一些 没错 所以呢 就造成了这支球队现在特点 阵地战 我会选择更多的把重心放在内线 那么另外呢 就是转换进攻的时候 我会多靠后卫来进攻 靠这样的方法 那么去弥补 我风险现在没有剑刀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在这个电业宇航是已经归队啊 那周琪也同样是已经回到了红队之中 在整个亚运会的比赛当中 相信这两人会给李南指导的佣人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丰富非常多的一个战术的体系 对 好防啊 这个球完全逼到了 这次防守弓上做的相当不错 防守弓一个24秒 这边换上赵锐之后啊 赵锐同样也是在后卫线上 运动能力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 其实整个红队的这个后卫线啊 相对来说 他后卫的类型是非常丰富的 对 有这种赵锐伟这样的这个很稳定的组织核心 他有方硕这样的外线的炮台 赵锐是转换进攻 我们讲乱战高手 威斯布鲁锐嘛 管成威少 这边三分短了一些 那么球又是德维科维奇拿到 这边攻防转换 推的也非常快 好球啊 好球 篮下两分打进 来自5号的科斯蒂奇 他们的位置感非常好 是 这边赵锐应该是在对抗之下啊 接球出现了一些失误 赵锐是一块仍然有待打磨的溥玉 但是呢 这两年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种好胜心 求胜的欲望 和在球场上这样一口气 这样一种比赛气质 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后卫 这种好胜心其实很少见 我看这边赵锐完成了一次出色的封盖 这样再次防成一个24秒尾力 没有把比分拉开 但其实呢我们看中国队开局阶段的防守还不错 但是在进攻端呢失误显得有点多 其实主要还是提到 前面首席提到的像小川和电宇航这种吃球的点 相对来说现在在整个封线上 没那么多 相对来说战术是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阿布都连续的做反跑 没有能够接到球 这边又是拉空了一侧 看到了 王哲林好球 王哲林一打二造成了犯规 大王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 整体的身形比起前两年 他受伤的时候其实瘦了很多了 减重减了非常多 减了有超过20斤的体重 今年夏天的热身赛 我相信大家可以明显 如果每年夏天都有关注南岸热身赛的话 大王的这个移动能力比起前两年 其实是移动的快很多了 而且他私下聊天的时候讲 减肥的秘诀是什么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游泳 尤其是夏天 在夏天的时候 你的游泳第一能保证不受伤 第二给身体的这种强度是刚好适中 而且对于身体的这种 尤其脂肪的消耗是非常好 没错 这边首席给大家了一个小tip 夏天想减肥的朋友 跟着王哲林老师学游泳 罚球可惜没有罚中 7比7 第一阶比赛也是进行到 还剩下4分半 现在我们看三个后卫在场上 三个怎么说一号卫在场上 就是保持外线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 对 另外就是转换的速度 这边我们看连续的想做低位的强攻 我们看中国队的转换 这就是为什么三个后卫同时留在场上 他身高明显是比对方是战劣势 但为什么还是三个后卫留在场上 整体的处理球的能力 我们看特别是攻防转换 今天这个快攻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篮板球保护下来 再给到赵瑞 真正考验大家的是阵地战时候的方式和方法 阿卜杜到湖顶 做一个侧应的位置 赵瑞维撤步的三分球 可惜了 比较难了这个动作 这球难度确实很大 刚才和阿卜杜这个配合的时候 拆开的那一下并不理想 是 我们看这边拿上董汉林 让王志林收袭一下 那这样其实在内线的进攻端的杀伤力上 其实是减弱一些 但是相对来说 董汉林可能防守和顶防的能力会更好一些 对 董汉林呢 他有着不错的天赋 而且这些年呢 他也是一直是勤勤恳恳的打球 我记得不久之前 跟李修平教练做过一个采访 当时他谈到对董汉林的意想 他觉得董汉林缺少一些信心 其实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只要呢 他如果能够变得更自信 能够在场上更自主 他肯定整个的实力和能力 包括他的发挥都会更上一层楼 前一阵回上海的时候 去参加了这个刘伟的第一次 这个发布会吧 可以说 对 这个邱平知道谈到董汉林也说 他也很郁闷 对 费解的是董汉林为什么会 对 到现在为止打成这个样子 他说在他的印象当中 董汉林是一名天赋非常不错的球员 其实呢这些年也很努力 外界之前有一些 对他有一些报道呢 说他这个比较浪费自己的天赋 其实尤其是到了上海队之后 他也很想证明自己 是 我们看这边应该是把田宇祥拿到了场上 从今天这个报名的名单当中 这个我们应该是没有看到田宇祥的名字 但是这个热身赛 基本上李难之道还是保证大家都能有上场的机会 以此来完成这个最后的考察 哎呦这边篮下没放进 这边又送出一帽 延续的这个内线进攻受阻 这边看他寻找转换的机会 一个挡拆 董汉林杀到内线 这个之前这次挡拆拆开之后 董汉林的下场还是非常及时的 对他很果断 很明确自己要做什么 这次的盖帽也同样是董汉林完成 一攻一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员的机动性 那么在后场完成了成功的防守之后 很快是在第一时间杀到了前场来进攻 没错 当时也是被寄予厚望 现在也是重新开始要努力追回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自己 两罚全中 这样12比7 中国队是领先了5分 董汉林也是进入了亚运会最终的一个 12人的比赛大名单 也是对他一个夏天辛苦努力的一个回报 没错 我们看这边三分球 这边的雷比奇没有投进 但是进攻两板球还在塞尔维亚这一边 再来一球 雷比奇这球是投进了 应该是挺长时间没有开张了 这个塞尔维亚好不容易续上了一个三分 这边虞长洞也是领命登场 这个球有一点打死了 这时候还得需要新的配合 得要人继续去空切 这时候得靠个人能力了 方硕 金极独立 今年夏天方硕这个中距离的投篮 是让人绝对印象深刻 没错 无论是之前是没记错的话 是打NBL的那个联队 再加上之前包括去到美国的几场比赛 这都是方硕的金极独立 让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场比赛方硕得了15分 前段时间也是和赵继伟采访的时候 聊到了那段时间去美国 和NB夏季联赛球队打比赛的经历 他说一开始不适应 冲击力太强 对抗太强 节奏太强 对 不知道这个比赛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这个球应该怎么打 但打到后面慢慢的 你适应了之后 心态上思想上有一个调整之后 这个就越输越少 越打越胶着 最后甚至还能赢球 是 这就是我们说可能 你经历过这种高级别的比赛 你再来打到亚洲级别的比赛 你就觉得比赛可能这个节奏 突然间就慢下来 对 这个很多动作在你眼前就变慢了 吃过见过之后 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 是 这边董汉林跟进 拿到进攻篮满球再造犯规 这是一个纯靠积极性拼出来的机会 是 之前田宇强的上篮是被封盖 董汉林这边非常积极地跟进 二次进攻造成犯规 上罚球线 比起往年 其实今年夏天整体的热身赛的质量 包括整体对手的选择 一直很有针对性 我觉得是方方面面都具备了 不管是美洲的队伍 还是欧洲的队伍 甚至是以后会在我们说亚洲区 虽然不是亚洲的队伍 澳大利亚NBL连队这样的队伍 方方面的队伍其实都涵盖到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我觉得南篮很少缺少这种所谓的遭遇战的锻炼 就是上来一个很强的对手 你不知道对手是什么情况的情况下 要去适应对手 快速的阅读比赛能力 这是以往南篮所缺失的 越短时间内你越能够做出足够合理的反应 那是证明你实力的一个标准 没错 我们看南篮整体的防守到位率还是不错的 这边 小个阵容它有一些劣势 那么就是篮板球的保护 没错 我们看之前的几个回合也是的 对方很容易还是在内线容易抢到二次篮板 篮板球方面赛尔维亚同样目前是赢出三个 但是篮篮也是依靠着现在自己整体的防守 好好球 我们看又是董汉林 抹过对手的大个之后挑篮命中 这个球对身体的控制能力不错 对杨诺维奇 也是没想到董汉林这球打得如此坚决 对 他没想到这个大个子能在这个行进过程中有个变现 最后一攻 哎呦可惜了 篮下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这也真是太累了 下天其实打打球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们看比赛继续进行 第二节的比赛 18比12这个比分其实不高 但是基本上呢 节奏还是在中国队的掌控之中 藏洞来一个三分球 三分球现在已经成了于长洞的这个 常规武器 对 这个之前几个夏天啊在新疆队的于长洞其实跟邱平指导练得非常狠 是唯一为数不多的啊 连续两个夏天都是完整参加了邱平指导下训的球员 对 这边也是有一个犯规 我们看场上田宇祥 方硕 刘志轩啊 再加上于长洞 董汉林 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空间形四号位在场上 对 因为呢 长洞尤其是在上个赛季啊 跟这个亚当斯在新疆队搭档 很多时候就是单外援 他和亚当斯挡拆 挡拆完了之后弹出去 他就是三分球 这个球篮下没有打进 但我们看这个球二三联防啊 整个上线站罚球线的这个侧应点 其实是把方硕整个挡住了 现在可以适时的进行一些防守策略上的调整 因为那你蓝板球吃亏 你蓝板球吃亏就要拿联防更多的去保护 去限制 依旧还是一个二三联防 但是我们看整个二三联防啊 扩的还是比较大的 对 基本上下线的队员要防到45度 只能抢投一个三分 这球竟然投进了 运气相当不错啊 防守已经是到位了 来自雷比奇的三分 雷比奇这个队员还是有一些不错的技术 是 这个就是考验男人的小伙子 能不能有这种快速阅读比赛的能力 接下来对于雷比奇这个点啊 看看能不能专注的防守一下 这边刘志轩的ensemble还得也很快 防守那球只要能钻进去啊 他就证明他一定可以找到若策的一个机会 是 那球只要不丢 那就一定能传出来 传出来再到底脚三分球 好机会 对方连续的两季三分球 对阳的围棋 有点如出一辙的意思 是 这个反跑跑得相当不错 还是受到了对方高度的影响 是 这边抢篮板球的时候 对方也出现了失误啊 这边帕尘利奇是把球点出了边线 这样球全又回到中国队这一边 这球确实是运气相当不错啊 嗯 在身体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这球防守的突破分球确实相当的不错 精彩啊 你看这个阵容当中啊 那个刘志轩可能会承担一些支配球的任务 是 这相当于打一个组织前锋 对 这也是刘志轩在这支队伍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他是整个呃 后卫线到内线这一间的一个粘合器 对 对 我们现在说辽宁队啊 这个人才积极 众星璀璨 但是呢 其中最低调的一颗明星啊 其实就是刘志轩 是 你看他数据根本看不出来 但是这个人他的心理素质 他的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冷静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退防的速度非常快 两人合力防下一攻 来自赵基伟的传球 可惜了啊 第一攻没有打进 但好在王哲林跟进 这球位置和市集都把的非常好 今天我觉得 首先要表扬的是到目前为主 我觉得整个红队 整体的退防做的非常好 对 基本没有给对手打攻防转换的机会 对 没有转换进攻的机会 大范围的转移球再到底角 因为呢 对方的高度本来就比你高 你要让对方冲起来 你更没法防 是 这边第一位再给到大网 全部拉开 就开始转了啊 这是王哲林招牌的动作 对 这边还是强突造犯规 奈纳蒂奇 这是来自赛超游击队的这么一名 塞尔维亚游击队的这么一名球员 他们的核心力量还是好 因为我们看在空中对抗的时候 保持躯干的一个正直 那你做动作你的援助体被侵犯的时候就更能被裁判捕捉到 是 你也更容易去博得犯规 这几年啊 或者说不是说这几年了 近年来我觉得 塞尔维亚整体的篮球的进步 它是有目共睹的 对 不论是在NBA贡献球员的数量上 还是在整个国际大赛的战绩上 没错 塞尔维亚这两年都是做得相当的不错 然后他们丰富的这个篮球的人才的这个储备 确确实体现他们整体的人才的深度是非常足够的 他出一批球员都达到了黄金期 这一批球员基本上慢慢都进入了黄金期 是 所以2014年南南世界杯的亚军 16年里约奥运会的亚军 这个是非常体现实力的 已经成为了欧洲的新贵 我们说过去的20年当中 可能西班牙是统治欧洲篮坛最主要的一个力量 但是这几年我们看 塞尔维亚逐步也是体现他们这种统治力 几支欧冠的球队当中都有塞尔维亚国手的身影 那包括像之前首席提到的约契提套多西奇 其实都已经在NBA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了 都是很有特点的队员 今天我们看拿下于长洞 再次拿上阿布杜莎拉姆 因为在大王的身边 还是更需要阿布杜 对 能够把空间拉开 而且阿布杜和于长洞 他有一个特点上的区别 于长洞都是可以拉开空间 但是阿布杜莎拉姆的灵活性 他的移动性更好 他的位置感会更好 这边应该是纪尾想赌博式的从身后抄一下 丢掉了自己的防守位置 那于长洞呢 他我们接着刚才说他的对抗更强 他在篮下的攻击力和杀伤性更大 没错 我们进入一个暂停时间 也是回到演播室当中 我们看过去的这一节半的时间 我们之前表扬过红队整体的退防能也很强 但是之前我们也提到了 在目前没有小丁和周琦的情况下 在阵地战当中 其实整体的处理球 显得还是有一些捉襟见肘 对 很多时候呢 当你的挡拆进攻发起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这种执行的思路 你要知道我这一次进攻 我这个挡拆的目的是为什么 我这一次空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们的机会要在哪个区域来出现 那么我觉得当你这个绝对的身高啊 绝对的这个对抗能力 可能跟对手有一些差距的时候 你更要去用这种思路上的东西 就要领先对手 我们讲叫带着对手打 让别人在屁股后面追你 你这样才可能更好的去完成 没错 节奏的这个把控 我们看今天其实整体来看 落入阵地之后 整体的转移球也好 整体进攻端的这个战术的铺排也好 显得还是有一些制色 可能还需要通过暂停 或者随着比赛深入 以及我们说后两场 可能小丁和周琦加入到球队当中来 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个改观和提升 其实大家的分享球的欲望很强烈 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谓的分享 并不是说人人均等 而是要把球在什么区域 在什么时机交给哪一个队员 这样做是效率最高 是收益最大 这样一种所谓的经验 是需要比赛来去慢慢去调整 去适应去获得的 是 之前还是我们提到这个问题 今天的这个对手选得非常好 除了我们说一号位上的身高 我们可能还占点优势之外 从二号位到五号位 对方都拥有一个 可能比我们稍高那么几公分的 这么一个身体的一个优势在 对 这怎么来调整 我们看这边 挡拆之后 阿卜路往外撤 对 有一个三分球的投射投进 我们看王哲林高不高 是大哥吧 但是对方 这个时候他的身高也不比你差 是 这个反跑丢人了 篮板球的拼抢 还是险些丢掉 是 这个球也是对方大个的传球能力 稍弱一些 对 否则的话 之前这边南达地骑 已经是空切到篮下 因为你热身赛 热身赛你就是学习 是 学习锻炼 你不光要跟这种亚洲的 像菲律宾这种风格的 这么小而零的球队打 不光要和以伊朗为代表的西亚的这种强悍的对打 你还要跟高的对打 跟壮的对打 因为你在大赛上预见的球队 都是又高又壮又快又准 是 不能只以亚洲的对手为我们的目标 没错 我们知道明年的世界杯 这个亚洲的球队 不会有几支 对 或者说能够对中国队构成威胁的亚洲球队 没有几支 而且你不会跟他们分在一个小组的 是 亚洲的几支球队 应该是要分开的 都是算国际上比较弱的球队 是 所以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些欧美的豪强 我们看镜头也是给到了塞尔维亚的主持人东尼奥 还是在地位是单打 位置不好 虽然对方也没有加击 阿布萨拉木压少了三分没有投进 因为第一下这个实际上没有打成 被迫把球转出来 今天是对准到李南枝的 红队其实整体的这个伤病啊 包括整体的缺席情况都是比较的严重 因为这个夏天两支球队比我们看好球是一个不错的反击 红队和蓝队 红队的任务显然更重 红队打一个窗口期 那么还打一个亚运会 尤其亚运会是综合性的国际大赛 对 蓝队只有9月份的一个窗口期 所以蓝队我们看很多队员都没有来 你包括这个阿联也好 包括怪伦也好 还在进行个人的一个训练和康复 这个周鹏呢 韩德军也是刚刚才回到球队不久 但是红队呢 他压力大 因为呢 你亚运会是要你交答卷的时候了 没错 我们把这个明年的世界杯当做高考 亚运会就是你的中考 你先得看看你这段时间 你学的怎么样 你练的怎么样 而且呢 亚运会你又拿来了全套的阵容 周旗和小丁都来 你到时候最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什么样的结果去展示给大家 那说句更实际一点的 和这个红队主帅李南 能不能最终成为中国男男 世界杯的教练 也会有一些关系 没错 而且这一届亚运会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公布的名单来看 除了队员之外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领队 对 是以后姚主席亲自担任领队 其实这就是一次很重点的一次考察 这个考察就像前面首席提到的 不仅仅是对于队员的一个考察 对于整个教练团队 战术理念的一个考察 对于你整体执教思路 执教效果的一个考察 也是很偏常重要 而且你容错率很低 因为呢 随着这个巴勒斯坦退赛 巴勒斯坦 对不起 巴勒斯坦退出 包括菲律宾也退出了 你小组赛只有一场球可以打 那么有可能 小组赛打完就是复赛 复赛完了就是淘汰赛 你能够让你出错的机会非常少 所以其实之前赛前首席也提到了 整个红队接下来会推迟去 雅加达的时间 对 他会去深圳 那么去这个 深圳本来是在举办私杯 由蓝队出战 但是红队计划要和这些参加私杯的 外国球队打一些内部的教学赛 来保持状态 没错 好球 这一次 董汉林的绕前不是太明智 直接被对手要到位置之后 李斯蒂奇拦一下两分打进 30比22 中国队依旧还是领先着8分 这几个回合其实破这个2-3的落位 整个阿布图沙拉木在整个罚球前的侧影之前 首席提到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思路很清楚 对 不管是自己的往外撤 还是法球队接球之后一步往里走的造杀伤 或是传球给到大王 其实整体阿布图的处理球 这场比赛目前来看占4号位 他是表现最好的球员 没错 我们就看他刚才 挡拆完成之后 这个拆开 球出来交到你手里那一刹那 那一刹那是你拿球的运动员做判断的时机 这个时候 你在多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 你的判断最终是怎么样的 那也是反映出来了你对比赛阅读能力 是 这个我觉得也跟之前阿布图沙拉木去到 没下级联赛有关系 整体做动作的速率 当他变成了一种直觉的反应了之后 这在场上就会比其他的选手会高出一个级别 这种处理球的能力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也是之前跟阿布图聊天的时候说 因为今年勇士打下级联赛的球队里 最大牌的应该是乔丹贝尔 乔丹贝尔是勇士队真正能够进入 有保障能进入轮换的球员 那我问他 我说那这段时间你跟贝尔都 他跟你说了什么呀 让你印象很深的 他就说贝尔就是强调这个竞赛当中的侵略性 能用扣篮完成的就用扣篮完成 他说有一个球打转换的时候 我一个上篮 那险些被队友盖了 他下来就拉着我使劲说 你扣篮啊 阿布图这球你应该扣篮去完成它 下次你一定要记住要拿扣篮去来终结这个进攻 我们就可以看到NBA的整个这种 充满竞技性的这种文化 是 乔丹贝尔本身就是一个 说他今年下起来的数据全面绿化 就是全面向他的模板格林靠近 首先 其实就是其实在他整体的性格上 其实跟追猛格林非常像 所以也是对阿布图沙拉木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 其实我们看镜头也是给到了丁雁宇航 穿着拐队的短袖 今天我们目前收到的消息是他应该不会出战 头发染回来了 头发染回 一头金发现在染回来了黑色 说之前还有网友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丁雁宇航 还发照片呢 然后网友提醒他说 现在已经是跟NBA球员吃饭了 自己种怎样的体验 今年的中国赛 我们会看到丁雁宇航的身影 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很难 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最重要的 这边实际上是有一个错位 加击上的很快 再转到弱侧 再转到篮下 这边阿波都下盘是顶住了 但是无奈确实升高上 高度上有差异 高度上确实是矮了比较多 你球给到那个位置再去想防不容易 赵瑞再造犯规 这两个回合 我们看阵地战当中 确实是想得分比较的困难 这段时间赵瑞还是利用自己的冲击力 连续的去杀伤 之前篮下两分打进的胡斯基奇 身高有2米10 目前是在西甲效力 是一个瘦长型的一个内线 是 赵瑞上个赛季其实也是饱受伤病的影响 对 整体的表现不如第一年 可能来的那么的有冲击力 但其实我觉得整个夏天 赵瑞整体个人也是非常努力 打比赛绝对是非常拼命的 之前我们也提到了 他的拼劲和好胜心 但是其实还是看得出 去年整体打比赛都能续续 对于他整体状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 而且他职业生下第一年 他是和斯隆这样的 比较出色的CBA外员做队友 是 可能去年身边的搭档一直在换 没错 从这个埃德文杰克逊 到达柳斯莫里斯 这些各位呢 怎么说 对于这个整体的组织能力 整体的对于队友的这个帮助 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是 我们看这段时间塞尔维亚也是加强了外线的防守 整体扩的也是比较大 这球硬打可能有点困难 赵锐截球就投 明显短 有点仓促 因为对手的防守基本上还是保持到 这球被切掉 依旧还是中国队的后场球 很准啊 这个就是我觉得跟NBA的球队交手过之后 对 塞尔维亚的这些球员来做动作 可能中国队并不觉得速率很快 对 这边我们看李南指导请求了一个暂停 周琪也是穿着深色的T恤 昨天其实这两人某种程度穿的时候也都有点伤 对 小丁也有点伤 周琪是腿上也是有点伤 他是拉伤 丁业宇航是膝盖 结果是给到塞尔维亚这一边 塞尔维亚今天我觉得还是很好的能够起到一个热身赛的质量 首先相对来说强度不那么大 对 此外就是对方的这个风格很适合这只男篮来学习 因为高大的队员防守的覆盖面很大 我们一小个儿偏多 处理球的视野就会受到影响 经过这种对手的磨练之后 如果再去打亚运会级别的这个比赛 还是提到整体的比赛的效果一定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对 比较起来呢 这个塞尔维亚呢 也有动作 也有一些对抗 但是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干净 是 这支队伍当中代表过塞尔维亚去打窗口期比赛的仅仅只有一位球员 相对来说整体的水准呢 虽说比斯洛文尼亚高 但是比起塞尔维亚的正选啊比起塞尔维亚的正选啊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运动员 你看这边董汉林暂停过后再次回到场上 险些失误啊这个球员 险些失误啊这个球员好再转回来了 赵瑞去突破 强突这边董汉林再靠自己的积极性 二次进攻打成 董汉林今天这种靠积极升拼出来的没有机会的机会啊 这个确实是有好几回了 是 能看出来他在场上的这种投入 我们看天宇翔 最后一攻了 这次防得不错 逼得对方后卫停球 好球 好球始终没有失位啊 好球 整体的防守轮转做得相当不错 上半场比赛结束35比26 中国队是腾讯体育的观众 大家下午好 欢迎继续收看由腾讯体育为您打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 今天中国男篮红队在昆山 对阵塞尔维亚男篮的比赛已经进至第三节 第三节的比赛 我们看首发这边 胡斯基奇 莱比奇 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一个首发 在后卫线上做出了一些调整 今天投篮可能更好的雷比奇 应该是顶替了之前首发的德维克维奇 下半场还是排出了一个跟开场一样的先发阵容 是 红队这边没有做太多的调整 三秒尾利 这边我们看塞尔维亚的主教练安东尼奥 对这球是比较的不满 认为没有三秒 正常比赛红队是领先了9分 进入中场休息 古顶还是去找大王 好球啊 连区访开了两个人的防守 没错 而且这个转身啊 直接是把大哥抹过去了 协防之后只能犯规 这王哲林招牌的梦幻舞步 对篮下的这个华尔兹 大王还带了一个很细的一个发带 是 今年好像夏天的比赛开始了 王哲林都是选择带着发带来进行比赛 这个造型很潮 是 今天已经拿到了9分5个篮板 罚中的话 美中不足啊 罚篮不是很好 今天应该有过两罚不中的情况啊 对 之前是两罚不中 哎呀 这球竟然想给空中接力啊 有点扩大 想的有点太简单了 快攻的跟进球 再吵王哲林 可以打啊 因为是地位 再骚犯规 对比较深的位置 在没有协防 没有夹击的情况下 可以坚决的去打 今天的几名大个儿 其实说实话 硬顶都顶不动王哲林 对 这边更多的 我们看下半场用胡思基奇这样 2米10的大个儿 希望能用高度上 干扰一下王哲林的进攻 他呢 后卫啊 外线 包括前锋 比较壮 比较粗壮 但是呢 内线主要是以瘦长的内线 对 竹膏型的这种内线啊 哎 出球慢了一点 还是这边三分投进 不够 刘志轩的三分 这是刘志轩本场比赛 个人第二季三分球 黑比奇 左手的抛头 短了一些 篮板球 阿布杀拉木收下 地下没有机会 放手再去突破 再给到大王 再造犯规 这边阿比奇 今天两个内线 胡思基奇阿比奇 轮流的在王哲林身上 吃到犯规 那王哲林啊 打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他脚下移动还是快 是 虽然可能绝对高度啊 对方并不吃亏 但是呢 王哲林的这个 他的这种小技术的这种运用 他在这个王内线 无论是向内转 还是向外转的时候的 这个不平的这个变化 那还是让对手跟上 是不是显得比较费劲 比较传统内线的这个脚步 我们看镜头对准到了周琪 还有前面的这个 赵子明 现在范子明的这个抬头 我们该怎么说呢 是还未官宣的新疆男篮的这个球员 是 等于镜头里有两位新疆男篮的内线 对 这次的防守 我们看这就是赵继伟 这种压迫式的防守啊 不自在 下了一下手 被吹了一个犯规 对手比他高比他壮 但是呢 赵继伟对球的压力啊 让对方在推进的时候 我们看 就非常难受 那这个球如果不吹犯规 很有可能赵继伟就断掉了 是 赵继伟脚下的这个不平啊 为什么要叫他小粗粒 对 这个不平 这是在中国外线球员当中 这种防守的速度 滑步的速度 是非常少见的 绝对是属于防守上乘的 对 外线球员啊 才能够拥有的这个不平 三分球的投射没有投进 篮板球 这里收下 可惜了 这个球挡人 其实并没有观察的太好 对 第一下搂住了 应该就先收到怀里 打刘志轩 这是个错位球 其实是去找了第三高度 对 这就是我们讲啊 风险他没有防守人 你可能呢 在进攻上 你可以靠投篮 可以靠灵魂性来弥补 但在防守的时候 你的身高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试想 这个球如果换成翟小川的话 那他肯定在地位打的 不可能这么轻松 这边科斯一提 身高2米05 刘志轩 这个应该就1米96的身高 对 整体想去顶防呢 相对来说 下盘能顶得住 但说实话 对方背身 把球起来之后 你能做的动作 对 就不多了 罚球也中 虽说塞尔维亚也是有在上分啊 但其实说话间 这个分差 其实是被南篮拉开了 分差到了13分 这边有点跑虫 这边险些丢球 时间快到了 赵瑞还是造犯规 赵瑞的这个冲击力啊 绝对是板凳席上 很重要的第6人 他启动的时候 我们看他第一步 而且呢 有可能啊 在之后的这个大赛里 包括这个亚运会也好 甚至包括更远的视线杯也好 赵瑞也有可能会以先发的身份来出展 是 因为呢 就这就是看 这个主教练具体的安排 结合对于不同的对手 对 其实 我们说不管是蓝队的目前 郭艾伦 无钱 包括红队的像赵继伟 方硕 赵瑞这几名后卫 嗯 我们说提供给了 无论是杜峰指导还是李南指导 非常丰富的多样性 对啊 无钱现在这种运球投的能力 赵继伟这种组织防守上的这个优势 对啊 方硕整体大局观上 包括这颗投射大心脏 那赵瑞的这种冲击力 敢打敢拼的这个打法 那就不提像郭艾伦这样 可能是目前国内最好的 这个进攻型的后卫 对 其实是无论是谁当主教练 在明年这个后卫线的选择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丰富的 嗯 好球啊 这个球领人 你看 这球赵瑞传的相当不错啊 赵继伟第一下 你看领的恰到好处 是 这就是之前上半场首席提到的 在攻防转换当中 我们看得出现在的这支红队啊 对 大家乐意的去分享球 让整个球队的运转 其实保持在一个非常健康的节奏上 而且这支球队的速率 我们看 大个子也愿意冲锋在前 去参与球队的快攻 好 我们暂停也是回到演播室当中 这段时间可以说下半场一上来 南篮又是打了一波小高潮 整个红队其实在下半场 可以说是渐入佳境 目前来看 无论是在行进间的转换当中的处理 还是下半场 其实在阵地点当中 几次王哲林的强攻 包括招的突破 都还是下半场 比起上半场有做出更好调整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打得越来越兴奋 可能这个比赛是下午的比赛 所以大家一开场有一点沉闷 但是随着节奏渐渐掌握在手里 随着适应了对方的这种特点之后 我们看通过防守带动进攻 去打转换 去打反击这种节奏 任何打篮球的朋友都知道 大家都是非常享受的 这个节奏的 所以这个士气和整个的自信心 也在一点一点的去提升 没错 下半场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首先保护好了后场篮板球 这一点其实是比上半场做的更好 保护好了后场篮板球 有了一传之后 我们看几次攻防转换下来 整体这个分叉瞬间就被拉开了 我们说现代篮球的一个发展趋势 其实就是强调攻防转换的一个节奏 快节奏多回合 那么重速率 而且更多其实某程度来说是以量取胜 而并非说我把每一次进攻打进 我们说无论是火箭还是勇士也好 这个场军的回合数 都已经是超过了100个回合 寻求合理的出手机会 但不会刻意的在某一个回合上去 所谓精雕细琢 去钻这个牛角尖 这边是打成了一次二加一 大王也是领了一次犯规 45比30 目前已经是来到了15分的分叉了 好球好球啊 这边又是突破分球之后 赵继维找到了篮下的阿布杀拉姆 这边还是要给到内线 利用高度去凿阿布杀拉姆 目前来看 这个身材上是比较吃亏 但是这边三分球投进了 德维克维奇 哎呦这球 赵继维啊 你想玩个花的啊 但是球路领的不太好 比较兴奋 是 这边我们看再拿上田玉祥 那今天目前来看 像孙明辉 像雷蒙 应该是不会登场了 还有包括赵太龙 包括范子明 富豪 这几名球员 今天应该不会列入到考察的名单之中 看看最后的比分 那如果是比分真的拉得非常大 我相信也有可能 那些就是还是做好准备参加热身的 这个替补球员有可能会上场也打一打 也感受一下 黄叔挂一下掩护 再到底角 好球 好球 杀拉木 机会出来了 这个球 三球没有投进 分差12分 在维亚这边 几乎每一次的进攻 都从第一位开始 利用三号位的持球 吸引防守之后 再来做第二次的进攻变化 但是这个回合 中国队是已经对这套路 有比较好的一个防备了 我们看方硕很快的回收 他们琢磨的也很明白 他看到你风险高度不好 他看到你 我在三号位上跟你寻找 很容易出现错位的机会 这时候就需要 作为中国队来讲 用更多的去夹击 不让他把这种错位机会 转化成为 清空的得分机会 也同样可以展现出 目前我们这个小哥阵容 在防守移动能力上的一个优势 对 我们看今天整体 中国队的防守到位率 其实是非常不错 防守了三分三助攻 还有两个篮板 整体的表现 也是比较的均衡 可惜第一发没有罚进 四十八比三十五十三分的分场 大范围的转移球 这个防守还是基本都保持到位 他想利用身高的优势 但中国队的防守球员始终在他身前 是 赵锐 再挂一下掩护 这几个回合 其实董汉林的防守都是非常的扎实 这几次 董汉林的掩护也同样是 完全挡住了防守队的球员 本归还是给到了 斯托扬诺维奇 董汉林这边上罚球线 目前拿到八分五个篮板 董汉林今天依靠着这个二次进攻 今天依靠着这个二次进攻吃了不少饼了 对 这是积极出机会 是 罚中之后分差再到十五分 第三季比赛还有四分钟不到的时间 这个时候领先比较多 大家更应该以一种轻松的心态 去演练一些战术 甚至是去做一些自己可能在焦灼的时候不太敢去尝试的技术动作 是 好球 可惜了 其实阿卜杜这个行径间是已经观察到了丰硕的位置 一个有点没有杀住 这个焦克维奇也是著名的五眉大侠 看着就像球场的老炮 身材不高 但是打球应该是充满智慧 比较善于动脑 这个球也是打了一个时间差 小个儿其实是利用上篮时机的一个调整 这球董汉连是没有封盖到位 得需要来移动 对 好球 再传出来 赵瑞的三分球 有一个机会 赵瑞其实还需要继续去调整自己头三分的这个弧度和节奏 这球方说断掉了 可惜啊 小贵瑞的三分球 没有投进 那满球董汉林收下 这球赵瑞攻防转换的终结能力啊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啊 这场球呢 如果中国队最终能够获胜 那么他们是赢在转换上 因为那两支球队的 其实阵地战中的表现啊 我觉得很难分出一个明显的高下 基本上是大家今天都不好 对 都平手 我们看这种篮下球啊 今天赛尔维亚好几球都没有放进了 对 那么中国队呢 主要还是他的转换进攻 打的完全超过了这个对手的发挥 今天中国队整体的退防很好 导致塞尔维亚没有太多攻防转换的时机 那反倒是自己这边拿到一传之后 几名小个发动的反击 打的是相当的不错 柳志轩重新回到场上 赵瑞再到底角 不度沙拉姆的三分 短了一些 进攻浪漫球 董汉林先点一下赵瑞再拿到 天宇祥 想要犯规没有要到 对方看一下这边三打一 好球 篮下打进 比分稍稍破进了一点 还是应该对待每次进攻要严肃和认真一些 好球 这边阿卜杀拉姆再次突破造对手犯规 今天阿卜杀的篮其实没有特别好 空位的把握相对而好差一些 没有投开 是 可能是手感上的一些原因 这个其实都可以靠主观 包括整体的状态可以去调整 对 这其实之前首先提到的这跟下午打比赛 其实有关系 有关系 他 大家都是职业球员 没错 长期以来形成了晚上黄金时间出状态的这样一个身体和生物中的规律 没错 下午打比赛 其实以往这个时间段球员可能是在午睡 对 来做一个身 因为上午训练完 中午会做一个休息 对 刚吃完午餐 你的身体是在一个松弛的状态 你长期以来身体在这个时间段都是习惯在休息 对 这个也是一种调整和训练 对 是非常需要调整 那么就像去年我记得我们去黎巴嫩在前方报道这个南篮亚洲杯的比赛 几乎中部队所有的比赛全在下午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运动科学 对 这个团队需要在研究好这个之后呢 不断的来调整训练的时间 没错 让队员的这个兴奋点提前 这个从晚上的兴奋点移动到下午 赵瑞再挂一个掩护 好球 接着投 还是短一些 篮板球的拼抢田宇祥 这次是投进了 还是来自董汉林进攻篮板球的拼抢 今天确实进攻篮板球啊 中国队做的要更好一些 董汉林不触对方的这个大哥 是 因为呢 他明显 他在运动能力上要更出色 好球啊 这边来自帕萨利奇 低脚的两分头进 这个球应该是要压下来 模拟一下最后一攻 会把时间打完 而对方呢 应该也会还有一次进攻机会 杀勒木再到湖顶 赵瑞的空位 机会出来了 机会是出来了 这会需要赶紧退防 教科围棋压少了三分 也没有投进 这样三杰战霸56比43 13分的分差 中国队依旧还有很多球员 不过我看很多大学生球员 哪怕不是说代表最高水平的国家队 对 可能会代表参加世界大学生的比赛 大运会 国青的 3v3 对 这穿上中国队 大家一定都会说 能穿上这个绝对是 人生的又一高度 因为它证明了你在背后的付出 证明了你洒下的汗水 你流下的泪水 你曾经这些努力 所带给你的一种荣耀 没错 我们看第四节的比赛继续进行 13分的分差 这边南岚又是换成了一个 23的扩大的联防 13分其实并不到 真正可以放松的时候 没错 这边 教科维奇这次的突破 速度非常快 他的空切一下子切得很突然 没等上线的球员关门 这次的进攻是已经完成了 目前是拿到12分 反跑跑重了 赵继维到底角再找赵锐 这次的投篮还是短一些 今天 稍显遗憾 就是我们看中队球员 在外线投篮上 相对来说都有一些失准 这边两分再打进 分差来到各位数 只剩9分了 李南指导请求了一个暂停 还没到放松的时候 是 这个三分球 可能看着李南指导很着急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最佳扣篮 最佳扣篮 给到的是开场的一次三线反击 王哲林 隔着对手完成了一次双手的爆扣 大王不止一次的参与到了快攻当中 是 这球 特异期也是成为了背景地 我们来看一下这球的战术分析 有一个掩护 在上线再一挡 这时候我们看 这是一个小个给大哥做的掩护 那给大哥在禁区腹地创造了一个空间 他又带开了一个防守人 给上线的队友 在无人投篮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机会 这球更多的还是利用大个儿 我们说利用王哲林 这个防守的影响力 他有牵制的 对 小个儿大个儿都需要去严阻一下王哲林的步伐 赵继伟迅速的外切 投中了这季三分 而且这个球呢 和赵继伟低下 其实的高质量的一个掩护 一个掩护也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系 小个儿可以把大哥挡住一下 隔开一下 我们看暂停过后 又是一个24秒进攻伟力 中国队需要在这段时间顶住 之前说领先13分 不算是一个非常保险的分叉 这一截一上来呢 塞尔维亚是连续的进攻得手 那门球还是中国队拿到 战术犯规 两次掩护出来给到刘志轩 上线再叫大王的掩护 再往后投射 比较赵继伟的三分球 今天赵继伟的几次三分球的投射 还是比较的定军心的 个人第二季三分 空位的机会 三分投进 我们看还有犯规 这应该是在篮下 有身体的接触 是 这边帕萨利奇 湖顶的空位三分投进 这样塞尔维亚再次获得了球权 我们看这边再被对手打进 分差来到七分 看看在这样的压力下 中国队应该做出一个怎样的变化 我们看刚才这个球是犯规了 但是阿布图沙拉姆 首先是一直在寻求上线接球的机会 因为现在 其实你如果真的是要 一味的去把球给到王哲林的低位 不见得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是 因为这会儿对手的夹击会更加的坚决 没错 而且这段时间需要让大王喘口气 对 你看先是外线的几个队员 互相掩护之后倒球 方硕再造对手一个犯规上罚球线 小大大这个球也不犹豫 虽然对方高很多啊 直接往对方的身上贴 李斯蒂奇 方硕再上罚球线 方硕今天整体的罚球的命中率不算太理想 因为毕竟是欧洲球队打互相之间的这种对抗一定会对你的体能 会对你肌肉的感觉产生一些影响 没错 8分的分差 沈里奇 换防 这球整体的防守的轮转还是比较到位的 在换人的时候一定要坚决 是 要不然中间的一个很小的漏洞 一个时间差就会被对手抓住 而且本身身高就吃亏啊 你必须在积极性上来弥补 哈萨利奇 移动中的三分球 再次投进 这是投篮开了 证明对方的这个基本功确实还是不错 这次再次脚踢球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整体的轮转 能理解赵俊的难处啊 一个挡拆进去之后 看见面前几个白色的球员 像树一样就长在禁区里 所以想把球精确的塞到自己队友的手里也并不容易 大王低位拿到 三分球 刘志轩 刘志轩啊 他关键时刻给你两刀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要命 冷面杀手 他在这个辽宁队也是这样的 始终呢 他不太特别多的拿球 因为辽宁队吃球的点比较多 他呢 喜欢在这个两个45到底线之间 来回的做这种反跑和移动 刘志轩啊 这个在辽宁队呢 有一个绰号 叫社会大哥 因为呢 我们看这个志轩虽然年龄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相貌 给人一种很冷酷的感觉 老陈 很冷酷 又很有范儿的这种感觉 我们看这边说话间 斯特洋诺维奇再次打进 分岔进一步被缩抢 进入一个暂停时间 我们也是在这个暂停来看一下 大王本场比赛的一个极井 大王确实在今年这个夏天 我觉得比起前两个赛季啊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的 他主要是身体的 健康啊 也慢慢恢复了 是 我记得他被骂得最惨的 当时他也讲 15年的亚锦赛 因为 膝盖有伤 对 中国打得很好 但是大王打得并不好 大王可以说那支国家队里面 为数很少的发挥 不是很理想的球员之一 许多球员其实都通过那一届 亚锦赛 应该是在本土进行的 对 武汉亚锦赛 长沙 长沙的亚锦赛 长沙保卫战 对 长沙保卫战 很多球员都在那一 那一届赛事当中找到了信心 唯独大王 其实在那一届赛事当中 被球迷 对 是被诟病最多的一位球员 但是呢 你 面对困难 面对这种压力 你怎么样表现 就是考验 你是什么材质制成的人 我记得 丁严宇航刚开始的机场 打得不好 顾鲁明让他上场 他当时很愤怒的 把衣服就摔在地上 不愿意上去打球 当时他自我怀疑 已经到了一个 很高的一个程度 但是最后呢 他能够战胜自己 能够在对阵伊朗 那场比赛里面 打出来 杀出来 不是靠别人 最终还是靠他自己 对 更多的其实 我们说 竞技体育 所以说无论是团队运动 还是个人项目 到最后 不过都是 自己和自己的较劲 对 自己和自己的战争 这一次大王玩下 两名球员的协防 某种程度上来说 影响了一下出手 大个儿运球 这个球可以去逼 没有回线 中队队员碰到球 中距离 投了一起三步瞻 烂满球 防守始终都还没有失位 防守 攻防转化了三分 这就是防守 大心脏的地方 手起刀落 刚才比分 最近到了四分 现在又是重新回到了七分 下半场中队防守 整个的质量 相比上半场 有所降低 也是受到体能上的一些影响 而且对手 确实下半场手感回来了 是 说话间对方 只剩下三秒的出手机会 对手一抛没有抛进 就是一个错位 这个球去打方数 也是准确的找到了 就是剩下的时间有点短 这边我们看 应该还是想找王哲林的第一位 这球没有吹 下半场裁判的哨 其实整体的尺度 也比上半场给的更宽 变松了 对 他还是鼓励双方更多的一些对抗 这边篮下 其实上半场有很多球 犹豫了 都没放进 但是下半场 我们看整体 自己我们说战胜 这种自我怀疑之后 塞尔维亚下半场的手感 其实也更好 我觉得这场比赛 这次的质量 就会来得更高一些 大王还是犹豫了 上前不上前 加击不加击 刚才那一下有点犹豫 试探了半步又退回来 好球 好球 这次的反跑 又是超后门 阿卜杜拉姆 篮下两分 打进之后 七分的分差 现在对方反倒是也提速了 我们看推进的速度很快 是 塞尔维亚这几个回合 攻的都非常快 这边又是一个错位 错位 加击不加击 上线被踢进去 二加一打进 五四级棋 抱歉 这个应该是31号的奈纳蒂奇 这边要把董汉林再换上来 加强一下防守 之所以被追进 其实还是因为体能的问题 导致整个下半场的防守质量 不及上半场来得那么的好 对 特别是整体退防的速度 包括防守轮转的脚步 奈纳蒂奇目前拿到两分 个人第三分 把杰克维奇再拿上来 有经验的队员 在场上的定心玩 这球 底脚没有队员来接应 对 你明显可以看到 阿卜杀拉姆第一反应 是底脚有人 这一下队友的落位 可能没有落太好 然后百邓席这边都乐了 小丁也乐了 我们看李南指导的这个表情 上半场是比较淡定的 这边又是方硕 这是方硕 我觉得今年在北京首钢这个比赛气质的提升 越关键时刻越敢投 前面投的不好 关键时刻的两个都非常的果断 少瑞 这球 方硕示意 这个节奏压下来 压下来 因为原先是三打二 对 方硕一看对方都退回来了 对 是压压节奏 本来就领先 可以去打个比赛 着急 阿卜杀 这是一个错位 对 这是中国队的错位 但是两分球 可惜了 两分钟的比赛时间 阿卜杀在防守上继续做好每一个回合 好球 这个补位补得很及时 这球被对方中路竟然直接兜进来 在这个腹地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 刘志轩上去了 但是高度差太多 是 防守的中距离 没有投进 篮板球 二加一打成 好球 标志性的阿卜杜士的庆祝动作 阿卜杀巴木 阿卜杜士的稀提 对 这个美国的评论员是你也不清楚 你也不清楚 还是这个悬赏 是吧 这次呢 阿卜杜士去打这个夏季联赛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 我们看 他用流利的英语 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 这在这种成长在中国本土的这些运动员来说里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包括其实像去年李南指导用全程英语来做这个发布会 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封锁 本土教练里面也是非常少见 我问阿卜杀阿卜说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补习的 他说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有一定英语基础 我们班主任就是英语老师 抓得严 对 一般班主任教什么科 这个班这个科的都学的好 都学的好 最后一般的 会到比赛 这个现在基本上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 因为刚才还是靠方硕关键的三分和几个给力的防守 一分钟的比赛时间 八分的分差 压下来慢慢打 打成功率时间耗完这场球问题不大 阿卜杜士三分球 这段时间要加快节奏了 要抢攻的 战术犯规 应该犯规数还没到 这场比赛的胜负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这场比赛的胜负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打掉脚的全球 哇 风轻接力的三分球 这方还是在接着想抢三分 这科围棋 三分球投进啊 这样又差三分 6.5秒的时间 其实最后的这几个回合 我觉得是不能让李南指导满意的 对 还是可能有点过于放松 让对手太快的去投进了这一季三分球 主要问题还是出在退防 因为你都能想到对手在这个情况下 他会怎么样 他会去抢攻 他会加快速率 他会去拨三分 在这个时候 你整个的退防上的表现 退防上的速度和积极性 感觉还不是那么的强烈 在场上还是要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这球其实松可以松 但是你得跟住人 对 至少这个球不能让小架飞棋 那么快地完成一次三分球的进攻 对 你看镜头对准中的替补席啊 现在有一圈穿着这个黑色Polo 是红色Faner教练组服装的教练员 对制服组 这在中国篮球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从来没有过这么庞大的教练员团队 只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专业的团队才能给球队带来这个各方面的这样一种 对 我看这次的整体名单当中啊 有视频分析 对一翻译 体能教练 对体能教练 还有防守教练 这个都是以往都没有出现过 对 战术教练 这球刘志全发出来 防守的第一下没接好 也是因为防守的第一下其实被绊到了 忙中出错 现在呢又重新生出了一些悬念 这边74比71塞尔维尔请求暂停 有机会颁平比分 我们这一下啊 因为被带到了 导致方硕啊 接球接的比较聪嘛 步子没卖稳 也是好事啊 我们看看最后一球的这个 也是锻炼防守的时候啊 对 最后一球理论上一定是防三分 放两分不犯规 没错 看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这个胜果 外线的几个点 无论是今天的帕莎利奇啊 还是加科维奇 对 都需要去严防外线的这个投射 那应该还是一大四小 希望四小能够尽可能的对到外线球员 而且预挡拆肯定是换防 对 把这么多小个放在场 还是要脚底下跟住 是 看对方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发球 是 我们来看 现在还是一个零行的站位啊 看是怎么样的掩护出来机会啊 看是怎么样的掩护出来机会啊 这个球就很难了啊 对方想这球打板啊 因为呢始终跟上啊 始终在合理的防守位置上是74比71啊 这球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啊啊 中国男篮是在这次的昆山国际男篮锦标赛当中拿到了一个开门红